看我刚从Costco买回这个玩意儿了 这个是我之前看youtuber 他们就是做的成功的youtuber 他们好像都有一个这个 我就看他们去旅行的时候 拿着这个就是拍拍拍拍 然后还有一次看那个幸福三重奏 看那个张国立也拿了一个这个东西 我当时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后来就从网上看了一下 就稍微看了一下 但是也没想到买 因为觉得太贵了吧 结果那天 给我朋友拍生日宴的时候 他说姐你应该买的买的这个玩意儿 就是他说Costco现在就有了 我说Costco有 我就有点心动了 我心想Costco都上了 说明这个东西真的是很popular 而且我就是自从Costco上了之后 我就觉得我离买它的距离更近了 然后今天老公回来之后 他说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有13个人订阅你的频道了 我老公就觉得是一件特别大的事情 所以他说你是不是特别想要那个东西 我说是他说咱们家车该加油了 咱们下午去加个油顺便把它买了吧 我说这个理由给的 就是觉得 还挺 好像还挺合理的是吧 加个油然后顺便把它买了吧 其实我一般买大件的时候 我都会 就是对比一下什么官网价格呀 或者是黑五价格之类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就是真的 就是看了它的review之后 我就真的是特别喜欢 就特别想马上买到手 再加上我觉得Costco的价格 应该不会比其他地方 就是 就是差的太多 因为它这个虽然是429刀 其实它已经是减了70刀之后的价格 它 关键是它这个带这三个配件 这三个配件 据说就好像值100多刀吧 所以我觉得 嗯应该Costco我对它还是挺信任的 就是它卖的东西 还是还是挺值得那个买的 它是90天之内退货 如果真的是用着不好用的话 至少我90天还是可以退货的 对吧 所以反正基本上我的原则 是能在Costco买的 就在Costco买 我现在开箱咯 好开心呀 就是我买它的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很小 很小的话就是你拿着东西就不会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 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刚开始做视频的脸皮比较薄的人呢 这个就是很很大的一个优点了 这是配件 哇 这个就是那个本尊 那我们把本尊打开看一下吧 每次开包装的时候其实都不愿意破坏它这个包装的蓝感性 好 嗯 哎 哎 我从网上看到这个是它的保护套 这个质感真好 就是那种塑料像胶的皮子 这有一个扣应该是打开 打开之后 这个比我想象的真的还要小 你看就这样 你看你拿着这个东西就不会引起人注意 大家可能觉得你拿的就是一个什么 可能我老公说 你在去Costco拍的时候 跟你上面放一个冰激凌 你没事拿着 你就当吃的在吃冰激凌 这就是本子 一会我们再看这个 再看看还有什么盒子里 拿完了 除了一个干燥剂 已经没有东西了 这个是一个快速入门指南 快速入门指南 一会拜读一下 这个应该是充电器之类的吧 对 带了一个这个绳可以记上 数比传输线 然后还有两个头 其实我真的没特别研究戏 但是我就觉得一它小巧 二便携 三它有那个稳定器 大疆的那个东西 它的稳定器的技术 用在这上面了 就你拍摄画面不会晃晃晃晃晃 很晕 所以我就觉得就这两个就已经很打动我了 所以我真的没有太细研究 我稍后用时间长了 我再出一个测评 其实我为了做YouTuber还是投入不少的 买了一个Mac Pro 然后买了一个佳能J7 Mark II 但是那个J7 Mark II 我当时看 基本上YouTuber人手一台 我觉得应该是那就是性能就是很好 而且它对这个人脸呢 还有一个什么美颜的 就是对人脸比较友好 但是呢 我发现它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它不能直接接外接的麦克风 这个就是很那个很不好了 因为你做一个好的视频 音效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能接外接的 所以不过幸好我有一个录音笔 我就只能用那个录音笔录了 不过现在我是用手机的前摄像头在录 对就是我买设备嘛 我还更新了一个我的手机 换到本来想换11的 后来11的花费有点贵 挣的gift card也比较少 所以我就换了个XR 然后又买了什么三脚件 各种配件 你买相机手机 你得买那个套吧 买套 买什么那个前面防摔的那个保护瓶 还买了一个打印机 反正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是你想想任何一个创业 你怎么可能用这么点钱 你就可能去立马就开始你的 就是新一份的一份工作的对吧 我真的是就是把这个youtuber当成工作来做的 虽然目前我相当于兼职 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要照顾孩子 但是一月份之后地理一上幼儿园 我就相当于在家全职工作了 所以到时候我就会把我最近的一些topic 都把它就是慢慢慢慢推进 因为我就是为什么想做youtuber呢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接下来我可以单独拍一期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喜欢 好咱们继续开箱 这个是那个配件 三个配件 配件也是带一个说明书 然后这是那三个配件 这个还带一个SIM卡 32G的SIM卡 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便携的那个一个什么齿轮 然后也是有两个件 据说他们就说这个东西看着好像跟他本机的一些功能重复 但是这个就是特别好用 好像还有一个是无线的 这个是无线那个座 就可以把它坐上去之后 然后连接手机 手机就是可以远长 比方说大概离一个10米20米就可以操控它 就不用拿着了 就是你更加方便片 你放在那里 你就可以远长操控 这个是个什么来着 小小 你看 我还真没做太深的研究 这个是什么来着 我给忘了 忘了 反正我还是会继续学习的 remove before pouring on 开启电源前务必移除 反正总体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吧 最后我真的是要特别感谢目前我的这15个订阅者 我觉得就是在我才刚传了五个视频 五六个视频的时候 而且我承认我的视频质量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平时真的是要照顾孩子 我只是在晚上还有孩子睡觉的时候 就是匆忙的录一下 而且我那五个视频相当于就是练手的 我就是因为我是零基础 我视频剪辑软件 就那emove是我黑五半个月前吧 对买到手之后我才开始学 更别说我之前用的不是mac笔记本 用的是windows系统的 所以mac笔记本本身对我来说 我要花时间去适应 而且emove我是一点技术都没有 剪辑视频一点技术都没有 所以那个其实视频质量我也知道不是很好 但是大家还是愿意过来支持我 真的是 我觉得你们真是太善良了 所以我为了就是哪怕有多一个人 其实15个支出师者里边有一个还是我老公 我没有跟其他朋友说 其实我跟朋友说的话 我的订阅者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我没有跟其他朋友说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在干这个事情 然后让大家在其实多少嘛 这个东西 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在正常的上班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目前大家接受度比较低 而且我现在又没有干出什么样子了 我是觉得如果他们自然能发现我的时候 就说明我已经做的比较成功了 那YouTube自然如果能根据地域来推送到我 把我推送到他们的面前 那个时候其实自然上大家也就知道了 所以我是想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你们真是凭水消逢的 我就特别感谢大家 马上就圣诞节了 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然后圣诞过后呢 我们弟弟就要去幼儿园了 到时候我就会出很多很多 我之前已经很想好的topic 而且目前正在一点一点准备的topic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个很简单的开箱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